Melody LV 早晨 早晨 你好阿晨 早晨 你好阿晨 她的故事 今期同樣都是 在螢幕上很熟悉的一位朋友 她就是May June 陳梅鑽 Hello 早晨 我是May June 小時候是怎樣的生活 我其實是一個很孤僻的小孩 孤僻到不說話 甚至我媽媽曾經懷疑過 我是否有自閉症 因為好像我媽媽送我去學芭蕾舞 我學了十幾年都是這樣 大家進入跳舞室 大家都會聚在一起玩 小朋友都是這樣 但我十幾年都是自己坐在角落頭 我不敢侵人 但上學放學又OK 不知道是不是那個環境的問題 我一開始就覺得不舒服 或者不是很喜歡 之後下去都不和別人融合不到 我比較喜歡畫畫那些 創作類我很喜歡 我私底下不喜歡說話 我很害羞 但我很喜歡上台上 可以讓別人零眼相看那種感覺 你將你自己的性格 屬於堅強派 還是被受照顧的小鳥伊人派 因為我固執 我一定要做到一件事 我要證明給你看到我做得到 那這件事我算我堅強 工作上其實又遇到 可能有些挫折的時候 總有一天我會告訴你 我是可以的 真的我相信的 努力一定是有結果的 剛才說你的尖業是讀哪一科的 MASCOM 就是希望可以入這一行 做主持也好 演員也好 因為我們演的戲 我們做的事情 會影響人的 我們可能在演某些人的人生 就是有一個 可能只有一個 可能我們會影響到他 所以這個行業 你說不重要 但其實很重要 其實選手對於你們說會很大壓力 這是真人show 所有事情 所以當時參加比賽 你的心情是怎樣的 其實我去參加的時候 都是抱著這種感覺 就是我要不聲不聲客人一驚 他們有給我們一份那個稿 跟著要跟演員 跟他們對戲 跟著就入了100強 跟著100強再選20強 緊張是一定有的 不過我那時對演戲是有信心的 那在演藝裡面 你曾經有沒有試過低潮 甚至是覺得我真的想放棄 那時又不算是低潮 但是是很有壓力的一個時期 那時候是因為工作很多 跟著又有主持 主持已經是很大壓力 大家會給我的壓力就是 因為我是選手出來的 是電視台推我出去的 所以不是製作公司選的人 所以可能就不是他們的心水 我要證明給他們知道 我其實是做得到的 那就是去學習 上課 去拿些課程 一定要收好這一個環節 那在演藝裡面 其實你最享受的一部分是怎樣 尤其是是做舞台劇的時候 那種感受會很長 跟著那種感受會留在心裡面很久 它不像是拍戲是很短暫的 一拍完就 CUT 下一場 但是舞台劇是 就是訓練三個月一起 跟大家都有一種情感和默契 第二天沒有看到大家都好像抽身不聚財 那種感覺 跟著再演的時候 再加上觀眾的掌聲的時候 哇 那種感覺真的是完全兩回事 給你一種超能力 任何的 你想要做哪一種 和做什麼 我希望可以時光倒流 我想去回我剛剛出道的時候 譬如說 我覺得我的演出可以做得更好 不要漏下任何的遺憾 和可以修補很多人際關係的問題 可以解決 好 非常感謝美俊 謝謝阿俊 謝謝阿俊 謝謝 謝謝阿俊